粮备好了吗 怎么这么熟啊 都在这儿了 村口不还有一片的吗 大人 那可是我们唯一的东粮啊 小羽们退后 小羽们退后 你们想做法吗 白身哪 给我杀 住手 药下大人 小的我也是奉命行事 回去也不好交代 你说这 粮食留下 滚 那个 瑶霞大人 还没请教尊姓大名呢 回去 我好跟莫德大人交代呀 优迷狂 原来 你就是那个巫妖啊 巫妖怎么了 巫妖里也有好人啊 拿上你们 欺软怕硬 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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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人事 啊 长见识了 虎妖里也有好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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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迷狂 妖侠大人 你替我们保住了粮食 实在太感谢你了 这位妖侠大人 是来帮我们的 他和别的不一样 这些粮食 就是他让我们带回来的 去吧 这是哪儿 这里 是灵狐村 二十年前 由一位妖侠所创 这里聚集了 所有因为父母战败 而失去文妖的孤儿 还有我们这种 从未被纳入文妖的小组 这里 曾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 直到有一天 被神圣联盟发现 莲盟没有接纳你们吗 接纳 莲盟只会对我们征收税赋 因为没有文药 莲湖村的税赋 一直是别的村落的两倍 莲湖是一个以田地为生的种族 却要守着田地挨饿 这次更是以魁拔之名 争走村里所有的东粮 比起魁拔 神圣联盟 倒是更为残忍 怎么会这样 给你 下一个干谁了 你的谢谢 谢谢 刘霞大人 谢谢 没礼貌 没事 让他吃吧 对了 你们几个 是怎么来这个村子的 我们当然是被英宋老大 邀请过来保护村子的 我们不是偷粮食 被英宋老大打败的吗 救你聪明 不过后来啊 我们都改协贵了 村子被征税的时候 我们就去神圣联盟 去借点粮食 这儿的孩子 喜欢我的发明 他们把我们当英雄 他们几个 都不舍得走 我也就勉强留下来了 酷得最凶 非要留下的是你吧 你是不是找仇啊 对 他当时做 不干 不干 臭傻 你给我等着 你给我扎容 这种感觉 难道就是他们所说的家人吗 小心点 腰侠大人 以后 我们两不相欠 你们不是说同去同归吗 那就跟我一起回联盟 为你们的村子迎回门药 你以为我们不想吗 从成为白身的那一刻起 就已经注定了 再怎么努力 也没什么用 难道 你们想成为一辈子的小聪吗 所有的腰侠 都有一个平等的机会 只要杀死魁霸 尽急纹药 永密狂 你这次做得不错 我会允许你重返前线的 谢魔多大人 还有我队友们的文药 也请大人 这几个白身 能够去执行任务 已经是一种荣耀了 如果我们能打败魁霸 还请大人 为灵狐尊颁发文药 年轻人 文药制度可不是儿戏呀 如果你们能完成好任务 主帅自然不会亏待 只是现在还未到交战之时 主帅大人 先减免他们三年的税赋 谢魔多大人 永密狂 至于你的降文药 就用魁霸的命来还 一言为定 静云大人 颁发文药 可不是能讨价还价的 到时候 你自然就明白 关于大家的功绩 我已经和联盟申请了 很抱歉 不能给大家颁发文药 只能给村子 捡免三年的税赋 日后 来 锅开了 来吧 吃 吃饭 庆祝一下 来来来 吃 来 炖锅是要分享的 吃饭都堵不上你们的嘴 咱们喝一个 同去同归 吃饭 吃饭都可以